雷尾聊四季 天天入星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来看 亚美尼亚人 对上大陆皮特轮 这场比赛是 海军上将的比赛 OK 这场比赛呢 结尾我会告诉大家 HERA32强 对上天空球 谁输谁胜 想要知道结果的人 欢迎在影片的结尾观看 那先来看一下 子方选择的文明是 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自爆船的范围 非常的广 而且战舰 可以射出额外的一支箭矢 所以亚美尼亚人来说 他是一个实质上的海军文明 但是他的海上加成 并不是非常多 并不用有这种捕鱼优势 他只是单纯 这个战舰特别厉害 但是亚美尼亚人的 入战来说 他的伐木技术 还有这个挖金挖石 都会再提升 额外40%的效果 所以亚美尼亚人的经济来说 是已经很好了 即使是入战情况下 所以亚美尼亚人 他的打法是比较偏向于 精心起的打法 然后后期转出大量的海军 去压制敌人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达罗匹图人 那达罗匹图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升级时会给200木头 那这个效果 让他在封建时代 可以爆出更多的战舰 或是更多的码头 直接爆战舰出来 或者是陆战图 可以多撒一点农田 那达罗匹图人的渔船 是可以双倍捕鱼的 那这包含鱼 这个村民捕鱼的时候也是 都是两倍肉量 所以Hera在前期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肉 可以去获得 但是海军的方面 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他只有到帝王时代 有这个陈楼可以使用 那陈楼来 不是陈楼 这个楼船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楼船 也并不是那么的好用 实战上来说 重型奴炮战船 还是阻力 那Hera这边应该是想要 利用自己的捕鱼优势 去打出更多的可能性 那看一下两边的开局 没有意外的话 这边一样是稳稳的 先去捕肉 然后待会去捕这个伐木藏 然后捕完伐木藏之后 再去捕更多的村民 挖到五个人伐木 五个人伐木之后 就可以盖下码头 那通常的码头 都是盖在前方的 就是为了打架 那如果是盖在后方 这种扁扁的鱼池地方 那就是想要开农 没有想要那么早 就开始打架 那这场比赛是 海军上将的岛屿地图 这个地图算是 比较特别一点是 中间岛上有圣物在 而且是各两颗 原本的岛上也是两颗 所以总共是六个圣物 不走 八个圣物 这一场的圣物量非常多 让玩家们在后期 可以再用靠这个圣物 慢慢产生黄金 继续打下去 但是要赶快上岛去解这个生物 所以这个中间的岛 不知道怎么控也是重点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Hera这边是一个正常的升级方式 十九村开始补鱼船 但天空雄这边的鱼船 已经按了三艘了 而且四招 五 这边直接领先Hera一艘的鱼船 这样经济来说就会更好 Hera刚刚一开始 补肉的人好像有点太多了 所以造成Hera补码头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好那重点是升到封建时代两个人会怎么打 那这边天空雄应该会再补下新的码头 在上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赶快再补一下 这个位置 或者是往左边补 把这个鱼池给补满 大概就是前方 或者是这一个地方 好那天空雄是确定补在了后方 稍微再继续补下鱼 再按个鱼船一下 好但是有挖金矿喔 所以这边还是有可能会打战船 好这边一定是打战船 加密尼亚人战船 有这个箭矢数量的优势 先按战船就对了 待会这边也要补战船 那现在鱼船按到了八艘鱼船 OK八艘鱼船的话是真的蛮多的 这样子的话战船很极限喔 会按得非常非常极限 木头没有鱼鱼喔 Hera这边是三码头 出这个战船 为了追赶这个战船数量 但是现在这边鱼船的数量 已经输给了天空雄 天空雄这边的鱼船数量 现在是领先状况 而且下方又补了一个新的码头 三个码头去补这个鱼 那每补一个新的码头 待会鱼船就可以继续补这边的鱼船 一直往后补 好那现在天空雄 鱼船的数量来到了八艘之后 有停鱼船 开始在损出战船 那下方这里战船三艘 能抓到村民吗 天空雄这边速度很快 马上拉村 战船回头打一下 有机会点掉一艘战船吗 有机会 哇很可惜没有拿到 后方又来了战船 偷点下村民 一村拿下 这一村怎么最后的时候拉走了呢 天空雄这边点下了一级射 有一级射的话 应该就会比较好打一点了 射程变远 伤害也比较高 天空雄准备点下了城堡石弹 这里黄金差一点点 但是 Hera这边是优先 天空雄点下了城堡石弹 这边 这个捕肉的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其实 对上天空雄这种八艘渔船策略 优势并不是这么的明显 好 Hera这边 决定要往前压制了 自己好像有剩十代的优势 分数也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天空雄这边战舰很多 两边都是六艘 现在Hera稍微弱势 现在五艘第二艘 后面又来了四艘 现在数量有明显上的优势 但是 天空雄并没有直接往后逃跑 还是有边走边打 OK 再補两艘过来 好 这艘战船要小心 OK 好像没有被追到 哇 还是被贴到了一下下 OK 赶快回头反击 现在数量来到了八艘 好 天空雄 这时候点下了奴炮战船升级 还有二级射 对吧 这边也升级好了奴炮战船 二级射也点好了 这边墓需被控到 有点小伤喔 好 这里一村被点掉 两村 天空雄这时候看到了 好 战船趕快逼退回去 但是天空雄并没有把所有的战舰集结在这个位置 反正是想要来一个多线骚扰 六艘战船看一下后方 好 这里要小心 哇 又再次被点掉了一丝 天空雄这边打得很极限 这里战舰数量很少 好 这里要极限拉扯才有可能打得赢 暂时在这个区域上不要硬碰硬会比较好 现在打一个多路线来说自己是有优势的 里面这个是奴炮战船 还没事 好 OK 现在HERA是又是个战舰数量的关系 直接往天空雄的战舰上 脸上开A了 天空雄已经不管家里的状况了 赶快去拉这个弩炮战船去针对一下HERA的渔船 好 但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抓到 这一波天空雄是有点亏的 好 后面包夹看一下 这一波包夹有机会成功啊 下面的战船还在浓 五艘战舰 这里中间战舰数量是九艘而已 熊熊堵住了后面的位置 但是这边包夹难道是天空雄要被包了吗 码头被打掉 渔船 不是渔船 战船越来越多 完了完了完了 天空雄好像反而是自己被包夹的那一个玩家啊 反而想要包HERA的战舰 但是会来这边战舰补得更快 反包夹之数 好了 天空雄的战舰又再次被击毁掉了一大堆 好 这时候点下了航海技术 但目前两边都是单城镇中心在对打 那天空雄呢 这边是选择了战斗祭司 而不是选择一般的僧侣 那战斗祭司有点就是捡生物比较快 而且也按了一时去出船 去捡这个岛上的僧侣 岛上这对手的两颗僧侣也能拿下来的话 真的是非常好 好 但是战斗祭司不能招降战舰 所以会稍微有点可惜 但是他的黄金造价比一般的僧侣还要便宜 只要60黄金 好 这边Hera看一下岛上的生物有没有捡 看起来是暂时没事 左边两边互相开打 但是天空雄的战舰数量并不是非常多 越来越现在分队 好 这里有少量的战舰助手 这里有八艘渔船 暂时还可以继续捕鱼 旁边战舰还在努力互打 天空雄村民宿数量现在是42村 对上Hera47村 亚密尼亚人 这边的经济居然还比Hera还要高啊 这个就是捕鱼之力 这个捕鱼的经济实在是太好了 前期捕鱼经济加成是非常多的 所以西式天空雄这边村民宿被击杀了这么多村 经济上不会落后太多 而且Hera刚刚才开始在捕这个渔船 所以渔船的优势呢 现在开始才会有一点点感觉 那天空雄在前面已经捕了这么多的鱼 所以现在经济来说并不会太落后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村民 可以拿去伐木跟挖黄金 那肉类的话 就其实就不需要这么多 除非待会要赶快升帝王时代 才要赶快再去捕更多的肉才行 Hera这边是65艘战舰 对上天空雄50 不是65 22艘战舰 对上现在28艘的战舰 天空雄战舰 现在有明显上的数量优势 经济调配来说 天空雄这边很明显 肉只有12个人在伐木 16个人在捕这个肉 Hera这边是肉比较多一点点 好 那这里天空雄要锁住这个窄口 把这个强化教堂放完了一堆生物 五个生物都在里面 继续拉这个运输船 想要去Hera家里那边去捡生物 运输船可能要往下走 好绕过续捡 好 这边开始开战 Hera用前面的一艘弩炮战船 去吸引弩炮战舰的伤害 但是天空雄这边的战舰 比较一致排开 出处的范围更广 Hera的战舰反而是全部聚集在一起 所以不太会有这种打歪 然后就没有伤害的情况 刚刚那个情况天空雄是比较有力的 那边的战舰的数量比起来 天空雄现在是明显有力 好 这边运输船被拦截 天空雄即使把战斗祭司给放了下来 但是应该是活不了了 剩下一滴血 哇呦 回头 天空雄这里靠了买卖一波 卖了400木材 还有100的食物 点了帝王十代 好 但天空雄的村民的数量劣势 开始显现出来了 资源量好像要慢慢被追上来了 好 这时候Hera也要点一下帝王十代 那到帝王十代的话 可能就是天空雄的主场 奴化战船 箭矢量数量够多 而且爆破船的范围非常短 所以待会天空雄应该还是补一些 自爆船出来 才会比较有力一点 好 两边帝王十代都在农 好 看一下这个数量 38支的战舰 哇靠 这个数量真的是多啊 好 42艘战舰 现在42艘战舰 打Hera的30艘 Hera这边帝王十代也补一下 开始在补一些科技 航海技术跟挖金 两边的海战 并没有打得非常凶 但自爆船 两边都也还没有开打 好 这时候天空雄想要来争取一下 这边的生物 两支战斗技师 上岛 点下三级射 送行的炮弹船 需要400度肉 OK 也点下 好 但是第一波交战 Hera这边是继续使用战舰想要去吸引 天空雄的 这个战舰 输出 但是并没有上当 天空雄捡了一个生物之后往后拉 但是不敢继续拉 因为还没有压过去 OK 站阶往前之后 再继续尝试捡这个生物 天空雄想要用自己的生物优势去压制对手 好 这时候两边终于正面开战 天空雄有升级上的优势 重型奴炮战船 三级射 Hera这时候还没有升级好 突然开战 对Hera来说非常伤 Hera有可能被一下子就带走吗 后面又补了更多的重型奴炮战船 45艘已经来了 这时候才终于升级好 重型奴炮战船 化学还没有补上 天空雄也还没有补 现在两边的战舰直接对打 天空雄是有数量上的优势 现在Hera的战舰只剩下14艘了 天空雄这边还有39艘的战舰数量 这个正面开打之后的结果 天空雄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Hera这边要再重振旗鼓的话相当不容易 所以岸边的矿虚可能都会被骚扰 而且后面要再重新补一些码头 会消耗非常多的木量 这张地图来说 木头是非常稀缺的支援 所以如果补更多的码头 就意味着后期的木量会断得更快 好 现在天空雄战舰数量 已经碾压对手 世界冠军Hera 天空雄难道可以在这场比赛 迎向Hera吗 Hera这边已经点下了造船员 Hera这把看起来是不太顺畅 木头也开始断了 哇 金矿群果然开始被骚扰 基本上海战一打出就没了 右边码头消失的关系 渔船寻找新的码头 这过程中直接被拦截掉了 天空雄点下了化学 好 这时候重振旗鼓 十九艘的战舰 看可不可以各个的击破 天空雄这边分战队 只有七艘往后 那这边打这边就有机会回打成功了 好 这里补下了造船员 诶 刚刚点火炮战船 这时候点火炮战船不太好 可能要转更多的奴炮战船会更好 那天空雄这也是选择转出了银罐 来回之暴船的数量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个数量变多 炸下去就会直接全部炸光了 这已经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 7加4的射程 OK 十一点射程 两边又来决战了吗 天空雄有要补自暴船吗 好 决定还是使用这个奴炮战船 好 这边看到奴炮战船 这个奴炮飞出去喔 上方还会有小只的箭矢 飞出去 好 这个就是亚美尼亚的特殊能力 战船会有额外的箭矢 这个箭矢有点像是奴炮战船 跟围巾战船的合体 围巾战船也是从上空抛箭矢过去的 好 奴炮战船两边互打 OK 这里贝拉有点极限 要打赢这一场有点困难 好 终于是让来到了40艘战舰 正面来说天空雄应该是 还是有机会打得赢 贝拉的战舰数量慢慢起来了 右边的话是贝拉的战舰好像要获胜 好 这一艘战舰一直想要吸引天空雄的战舰进行攻击 左右移动想要让对方打歪 好 这样就可以适应到非常多的战舰的输出 天空雄的战舰数量开始慢慢下降 但是贝拉的下降速度也很快 亚美尼亚的额外箭矢的效果 让天空雄有点快要 让贝拉有点快要卡不住 好 但是最后还是贝拉 借着自己的操作 好 打赢了海战 但是打赢了正前方 但是这里突然被登岛廊了 哇 这个贝拉好像没有看到 这里被控阻金 待会就缺金了 没有金矿的话 战舰也没有办法继续打 那现在贝拉这边要打赢海战 转出火炮战船 去攻城市最快的方法 但是天空雄会赶快马上造出 更多的巨型投石机进行压制 好 天空雄这次要点下火箭技术 这个投石车战舰怎么被拦截了 好 正面来说 天空雄这一波是有点难打赢的 比较后面还有火炮战船 这里可能要补更多的船舰才行 刚刚淫贯技术点下之后 这个投石车战舰的射程 也会变得非常远 好 德罗蒙战舰射程来到了12加1 而且拆城堡伤害速度很快的 好 黑莎在家里又补了一个新的城堡 这个直接正面进攻 控黄金 挖黑莎的黄金非常舒服 现在黑莎两头烧 正面要打 海战也要打 这个情况对她十分不有力 投石车战舰还可以反制巨型投石机 太稳了 天空雄这个打法非常nice 好 那现在黑莎的想法是 赶快有两根城堡造巨型投石机 赶快反制回去 应该问题就不大 不然待会转个工程器制造所 出个火炮也行 但是左边的战舰数量 好像又稍微被反击回去了 有些战舰都在挂机 有没有在正常打对方的战舰 天空雄这边的村民数量只有77吋而已 这个村民数量好像有点少 那好像村民在多 意义也不是非常大的感觉 除非要挡快上这个岛 去采这个资源 那现在黑莎损失了 这个岛上的资源跟圣物 后期来说一定会比天空雄还要穷 所以黑莎这波要是没有办法顺利推回去的话 可能就要打出GG了 天空雄拉了几次弩炮战船 去偷抓火炮战船 火炮战船血量掉的有点多 好 直接点掉 火炮战船全部点光 现在岛上的情况 天空雄是有优势的 两台巨头继续攻城 ERRA这边的巨型头实际数量不够多 这里火炮还没有产出来 因为已经缺黄金了 只剩下四个人在采黄金 天空雄要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吗 天空雄这时候也补了一个造船员 这个造船员虽然慢了一点补 但是现在还有这么多资源可以挖 现在补也不算完 这里还有黄金了 这里还有了 现在ERRA被迫只能靠买卖过生活了 资源完全见底 没有一个资源是超过四位数的 甚至连500的库存都不到 好天空雄这边的用巨型头实机 再反击了ERRA的巨型头实机回去 顺利拆除了一台 正面还站两边继续对打 看起来ERRA挡不移 打出了聚举 我们恭喜天空雄拿下比赛的胜利 但也没有出 只出了 只出了奴炮战船 就打赢了天空雄 这个打输了天空雄 天空雄只出奴炮战船打赢ERRA 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奇的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世界冠军一定会更厉害一点 但其实不然 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是有登上 这个国际舞台实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是由天空雄 大概输了两千 快要两千资源 ERRA这件事赢了资源 却输掉了比赛 天空雄拿到了七个胜物 这个七个胜物 让他后期的经济加成非常的好 而且中间这个岛上的胜物 全部都拿回来 让ERRA到中后期 没有办法很好的稳定 去发挥自己的战船数量 因为黄金也被控 主金被控 岛上的金也被控 黄金已被控 就没什么机会可以反打 那天空雄这边掌握的实际 非常好 抓一个对方弩号战舰 还没有升级好的时间 三级色也还没好 跟对方直接正面硬开仗 那ERRA那边没有撤退的时候 就有点意外了 看来ERRA这边是想要用自己的操作 去秀天空雄 但是感觉有点烦的 其道而行 这个有点秀到自己的感觉 好啦 那我们影片的结尾 回复上这次天空雄 到底有没有打赢ERRA的结果 那感谢大家继续收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